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高雄市受西南气流影响,从昨晚到今天降下大雨,市区多处积淹水,山区路面崩塌,电竿倾倒,造成762户停电,台电人员贸于抢修,除了凤山区青年路2段588巷内大楼地下市淹水停电,上游凤山区公所协助大型抽水机,持续抽水漏夜抢修中, 其余均已恢复空电,连续豪雨造成高雄市区多处淹水,以及山区路面崩塌电竿倾倒等停电灾情,由以凤山区青年路2段588巷内大楼地下市淹水,导致大楼及附近436户停电最为严重,台电凤山区营业处林滕安处长说,雨水灌入大楼地下市,淹水大约2250立方公尺, 造成供电变压器及电表浸泡水中,台电随即向凤山区公所申请调派大型抽水机支援抽水,林滕安及凤山区长流圣员协同于现场坐镇指挥,区公所调拨两台抽水机。 目前持续运作中,台电人员也在现场待命,待地下室积水抽钱,即可进入抢修,台电人员已于今晚地下室水位下降安全范围时,先行处理恢复大楼临近411户供电,目前仅剩该大楼25户停电,需待积水抽钱后,才能更换泡水变压器恢复供电,台电人员漏夜抢修中。 打算什么?